高国豪、佐,确定前往NCAA美国大学南兰一级东南密苏里州大就读,资料照,记者廖宇伟社,记者林岳府综合报道,最强高中生高国豪刚结束松山杯国际邀请赛,过去一年经由美式求风洗礼让他变得更加茁壮,如今确定前往NCAA美国大学南兰一级东南密苏里州大, South East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,就读,持续在美国追梦,请继续往下阅读,高国豪从国中及备受瞩目,进入松山高中后,也率队在103、105学年赢得冠军,并成为首位在高中生涯能夺得两次MVP的好手。 为了增进自身实力,他老早就决定赴美,其语言能力养成及赴美相关事宜,交由松山主帅黄曼龙的妻子林赴美达理高国豪去年赴美前,已获得东南密苏里州大全额奖学金,并通过教练团面试, 却因入选考成绩差十分无缘此校,随后才决定边打球,边增加英文实力,选择在马上而成社区学院,与松山学长丁盛如相伴。 经过一年在一厢磨练,高国豪敢勇于开口讲英文,也不后悔选择赴美追梦,他表示,我从来就不会怀疑自己的决定,做就对了。 如今,高国豪如愿进入东南密苏里州大,成为自无永胜,陈盈俊与王绿祥后,第四位战场NCAA一级战场的台湾新星。